今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是已經揭曉了 在這一次呈現 他是兩位的MRNA的開發者 一起來共享殊榮 其中在這一位 他是匈牙利的科學家 叫做卡里科 他其實在過去 還面對蠻多挫折 也曾經被大學給辭退 對 因為有人說 他是學界的魯蛇 這樣講會不會太嚴重 可是如果我們去看 得獎之前 他這幾十年來的一個 所遭遇的對待或者是經歷 對學界來講 你沒有成果之前 你就是魯蛇 因為你沒有研發出任何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年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諾貝爾醫學獎 這個對人類是多麼大的貢獻 卡里科 他是出生在匈牙利 原本在南匈牙利 做MRNA的研究 所以其實他不是天外飛來一筆 我們這一次的疫情 能夠獲得這樣的一個疫苗 實際上都歸功於他 這幾十年來 真的 這個不懈怠的 不斷的努力 也不放棄 你知道他在30歲的時候 因為他就很喜歡研究 MRNA 他就是想要投入這個 但就沒有成果 沒有進戰 就沒有成果 就被解聘了 好 被解聘 那我就轉做其他的研究 對不對 好 當時他有這樣的想法過 可是他覺得如果他這樣 他就會成為一個 到了一定的年紀以後 就一直抱怨一事無成的 普通科學家 那就是真正的魯蛇了 對不對 可是沒有 他就決定說我要繼續 我就是要研究MRNA 我這輩子我就是在研究 那怎麼辦 我們去美國好不好 那怎麼去 沒關係 他把車子賣掉 36000台幣 然後把錢塞在哪裡 塞在女兒的那個熊叫什麼 就很可愛的那個 泰迪熊 對不對 所以泰迪熊變成是 走私非常重要的一個媒介 所以他就帶著36000塊台幣 就到了美國了 就塞在裡面 然後就坐船 到了美國 就到美國 因為他覺得 美國是不是比較願意 給科學家一些空間 其實是時間 重點是時間 好 那當然 在這過程中 他遇到的困難是什麼 因為MRNA 只要一進入人體 免疫系統就大叫 他就一直沒辦法突破這個點 沒辦法突破 好 那沒辦法突破怎麼辦 就是他會對人類造成一些風險 他就覺得說 有病毒侵入的概念 那你免疫系統 一旦開始上升你就會發熱幹嘛 因為他就發炎現象 他反而要消滅MRNA 因為他是覺得他是不明的入侵物 就出現這樣 好 那對他來講 研究需要經費 我才能專心的去研究 可是他一直拿不到錢 研究一定要欠 當時他當然到美國就到冰大去 到了冰大最後也被降級 而且當年度因為身體不好 第一個 他先生也還在匈牙利 然後他自己在美國身體又不好 疑似了 離癌症 所以他心裡想說 算了 會不會是我不夠優秀 千萬不要這樣說自己 其實你是很優秀的 他就說可是我是不是真的不夠優秀 這個時候 營印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為什麼呢 所以我們不要輕忽 在營印機跟你講話的那個人 因為可能因此你得諾貝爾獎 為什麼 我講真的 不是開玩笑 因為在冰大一台營印機旁邊 他第一次跟誰 跟誰談到話 就是衛斯曼 就這一次他們共同得到諾貝爾獎 匈牙利生物科科學家卡里科 賓州大學教授魏斯曼 他當時是國家衛生研究院 已經是冰大的教授了 對 研究員 他過來 他就說 他專門 他一直研究MIME對不對 希望有所突破 但沒有辦法 魏斯曼在研究什麼 艾滋病 他說我們兩個是不是一起來 試看看 結果你知道嗎 他們當時為了聯手 開發這個HIV 大家知道就是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疫苗 當時他們發現了一個重點 他們找到一個突破點 就他們發現說 只要我改變MRA 其中有一個模塊 我改變 我可以低調的進入人體 不會引起免疫系統的發現 就不會讓免疫系統發現 他們就把這個結果要公布 期刊 沒有一個期刊接受 沒有 這什麼東西 他們不認為 就一個很小的雜誌叫免疫 一個很小的雜誌 不是主流夾制 讓他們刊登 這個刊登被誰看到 被莫德納的創辦人看到 羅希 莫德納 你知道莫德納怎麼寫嗎 莫德納 我寫到這 後面就是RNA 你知道嗎 因為莫德納的創辦人羅希說 我的公司名就是叫 Modify RNA 所以他就發現說 這個文章寫的不就是我的想法嗎 驚為天人 他就跟卡里科聯絡 希望他去 就是到莫德納去 但沒有 他後來是去BNT 也成為BNT的副總裁 所以到後來才有了 你知道就是研發出這個疫苗 所以那時候大家會覺得 驚訝 覺得說 怎麼那麼厲害 我們有這個 你就突然有 其實不是 真的 人家說什麼 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時 不是 他是40年 你剛才講的40年冷板凳 過去一直被視為魯蛇 你知道嗎 他到台灣來演講 底下北宜女建宗 斯大附宗成功 裡面有我的學弟妹 然後他就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一直想要當網紅 你要努力 你才會成為科學家 他說父母的支持很重要 因為你知道他媽媽在世的時候 一直跟他說 下個禮拜要公佈 被有獎得主了 我覺得就是你 然後他跟他媽說 可是我的經費都沒收落 怎麼會是我 可是你看他媽媽支持他 一直在鼓勵他 讓他很 因為他媽媽講一句話 我覺得很感動 他說你很拚命 你很拚命 好 當然我們來看一下 很快的總結一下 現在的mRNA的應用 包括癌症的部分 其中一個就是 能夠驅動免疫細胞當中的 殺手T細胞 而這個殺手T細胞 最近在近期 這個凱特林癌症中心 所做的實驗 19名受試患者當中 有18名成功 然後你看治療一年半以後 疫苗產生的 強烈T細胞反應的患者 癌症沒有復發 所以mRNA的研究 可能未來可以幫助我們 走出癌症的 甚至在癌症都有幫助 沒錯 走出癌症的陰霾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注的是 CHAT GPT引爆了 這個AI的浪潮 那麼現在 英特爾攜手紅筋 他們合作推出了 第一款的AI筆電 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歡迎收看 腮 issues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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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